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是莫妮卡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 最近大家会听到什么好消息呢 或者说有什么好事呢 帮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还是三组的选牌 我先来抽一下选牌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看牌背有没有什么感觉呢 从左到右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好 我现在翻开了 第一组 十二号牌 第二组 四十三号牌 第三组 八号牌 你看 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前两张牌都是这种圆圈 然后后两张牌都是同一个色系 所以 好像中间这张牌跟 左右两张牌都有交集 好 就看一下 凭感觉 跟哪张牌更有连接 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 好 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好呀 看一下 这个是你们刚才选的十二号牌 然后 看一下你们最近的能量状态 看一下你们过得怎么样 5 of source 3 of source 三张牌 10 of wands 第一组牌最近还挺焦虑的 很多事情发生 很多思绪 然后思虑也很深 可能 周围会有很多 就是不同意你观点的人 或者说就是 看不惯你的人 跟你不是在同一个频率的人 所以你是会觉得 有一些反对 或者说 就没有很顺利 总是好像会有人跳出来 指出你的不足 或者说是很莫名其妙的 就看你不顺眼的感觉 所以很多的事情 都会让你有点伤心吧 两张都还是正位在这里 就是来自于内心的一些 不开心 还有来自外部环境的不开心 让你压力其实真的 还蛮大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要 何必还继续要坚持 这一段关系 就可能是在一段关系当中 所受到的这些困扰 所以有些朋友就想 干脆就一了百了 去放弃这段关系 就重新再来 因为觉得何必呢 要受这些委屈 这种感觉 就是很委屈的感觉 对 很委屈 很心疼 然后觉得 其实很多人都好像 对不起你 这种感觉 所以很想要 就是放弃一切 重新开始 或者说是就干脆 就是不破不立吗 干脆打碎这一切 因为压力真的还蛮大的 看这个 Ace of Wands 但是你可能就是 需要一个出口吧 你们在寻找一个出口 但是可能也会觉得说 你们会有一些机会 可是好像 还没有找到方向 所以可能你们也是想 就是想去如何去寻求一个解脱 寻求一个突破 你们还是在 为了这些事情而 就是努力 努力想要去寻求一个 解决的方式 或者解决一个突破的窗口 可能是一份新的工作 或者说一段新的关系 或者说如何跟这个人 可以重新开始去建立一个 比较良好良善的关系 很多外界施加给你 或者别人施加给你的压力 还有一些不开心 这个感觉是现在的一个关系 现在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好消息呢 我们今天先用神域卡来看 看看未来会有什么好消息呢 有没有什么转机呢 让你不要再这么焦虑了 好 Go slow Take time 不要着急 就是慢慢来 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你的这个问题 是跟周围的很多人有关 一个群体有关的话 那你们会慢慢的 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跟你的这个工作的团体啊 或者说是跟你的这个家庭啊 就跟你不对盘那些人 那些不认同你的人 他们会跟你越来越 齐心协力 去共同去到一个方向 就是会越来越 把力气往同一个方向使嘛 但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好像你进入一个新的团队之后 可能需要一点磨合的时间 就是好像你们还处在这个磨合期的感觉 或者说可能你们本来关系是很平稳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突发事件 就触发了一些你们之间关系 那些不平衡的点 所以现在是一个调整期 你们需要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 但是你们会慢慢的越来越好 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确实是会越来越好 你们会这种同舟共济的感觉 你们因为是一条船上的人嘛 所以最后是会往好的方向走 好再看还有什么 我就手边摆了一些牌 我就随便抓一下 抓到哪个算是哪个 skill keep your life in balance 你看是需要维持一个平衡的 那你们 可能之前让你不爽的那个点 或者说让你心痛 就是不满做委屈的那个点 就是因为生活的不平衡所导致的 那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不平衡 是指在人际关系当中 没有维持好 就是足够的平衡 过于付出 或者说过于自私 都有可能 或者说在不同人之间 没有维持一个平衡 有可能是工作和家庭之间 你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度 所以才会说就是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这张牌也就是说 你未来呢 只要你平衡好你的生活 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呢 都可能不要太极端 就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 这样子 就是多分散一点吧 觉得自己 可能是对方觉得你还没有够的地方 你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需要多放一点点精力呢 这样子 要就是维持一个平衡 过游不及 Dogs Getting together with friends 会有朋友来找你啊 你们会跟朋友 度过很开心的时光 但是我看看这个朋友这里 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Getting together with friends 有可能就是 跟朋友一起开心的 度过周末啊 度过就是愉快的一天 看看还有什么信息呢 The Hierophant 就是你的朋友会给你很多的建议 你可以从朋友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一些主流的观点 或者说是他会有点点心你的感觉 就是来告诉你说 啊其实你可以这样做 或者说就给你一条名路 或者说给你指导一个方向 听听朋友的意见 或者说你如果有什么烦恼 可以给你的朋友说 然后嗯 他们可能就是会 突然间给你一些主意 这样子 看看还有什么 Lay back Rest and the rest 就是要relax 要休息 就是让你躺下来 看云彩 不要想太多 要放松 这两张牌子有点像啊 都是那种船 然后看着远方的这种船只的感觉 身在水里 还有就是在岸边 看着远方的船 就是一种跳出来的这种思维和心态吧 因为你们其实现在是身在漩涡的中心 身处事件的中心 所以你可能会 就是你的情绪都会被你的事件所过辖进去 你可能需要的就是你要跳脱出来 去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 那你就需要去让自己放松 放松下来 嗯 不要去想太多 那我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通过冥想去让自己 暂时的先跳脱出来 嗯 让自己专注 当下专注于自己的身心 那可能你 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就是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去看问题 然后你就会可能理解到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它 可能因人而异啊 但是我的方式可能就是 嗯 如果是影响的话 会比较容易让你暂时的去放下你心里很难受很纠结的那个点 嗯 然后就是如果你不冥想的话 就是放松 Lay back 然后你lay back就是让你退一步去看待这个事情 不要就是说过于极端的去做决定 或者说太快的去做出这个反应 你可以就是反应慢一点 休息一下想一下要怎么做这样子 看看 我们今天来看好消息的嘛 那这个好消息也可能是你得到了一个休息的机会 就是你终于可以从那个困境当中解脱 你终于有了一个假期 或者说你终于有这个空闲 有时间去停下来去休息 你可以去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休闲的机会吧 嗯 看还有什么呢 得到了休息的机会 它说这个是疗愈的时间 不是开启战争的时间 那你的脑海当中或者说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争执啊 争吵或者说是一些不开心 那这里是在说就是你要接受疗愈了 你们的战争已经要停止了 或者说暂时性的停止 两张牌都是有停战的感觉 就是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会有太多的那种 纷扰 那些太多的敌对 会有让你休息一段时间的感觉 你可以趁这段时间去好好地调整一下身心灵 然后会对自己的身心有一个疗愈 It's time for healing 就是疗愈的时候 不是开启战争的时候啦 你看 但是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稍稍就是退一步 然后让那个人就没有办法去 嗯 引发这样的一场战争 因为战争只有两方同时发力才会出现吗 Problem to be solved 你看 这个问题会被解决 这个你现在正在担心的问题 然后正在纠结正在烦恼的这个问题 或者说这个人 然后会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这个问题 或者说这个问题会被解决 看看 还有什么呢 好 不要担心哦 你们就是太焦虑 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就是会很委屈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人际关系都不是很好处理的 这个是什么 Do not back down from opposition Show strength and fortitude 你看这张是Vacation 你看又有假期了 你们会有假期出现啊 就是会休息吗 刚刚已经有很多张牌的时候休息 但是呢 这张牌是让你就是说 不要set back 就是一定要展示你的力量 当你受到这个敌对的时候 敌对的意见的时候 你要展示你的勇气和力量 但是这里也不是说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 让我想一下 Keep your life in balance Show strength and fortitude 就是你可以说就是更加平衡 你可以去反击 如果有人让你遭受了不公平 或者说有人故意挑衅你的话 你是可以就是有勇气的反击 然后你要显示出你的这个力量 但是呢同时也要注意 就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挑起了一个战争 就是说要反击的有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也要有一个度 不要就是过于的把对方逼迫到一个绝境上面 就好像现在某些国家正在对其他国家做的事一样 就是感觉凡是需要一个度 这个度如果过火了的话 就是会后患无穷 所以说这问题是会解决的 然后你也要就是说 被欺负了一定要就是说展示出自己的力量 但是不要说就是一定要把对方摧毁掉 完全消灭掉这样的感觉 还是要有一个度的 好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呢 然后就是假期 你会有一个假期 你会休息 A stubborn aggressive person 果然会有一个就是 你可能就是在面对的这个很固执 然后很就是很有攻击性的这个人 可能就是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人 看看面对这个人之后呢 还有什么信息呢 会越来越好 就是很多牌都在说你会度过这个难关的 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这个人会被你解决掉 或者说你们现在的不同意见是因为 还对对方不够了解 所以才会这样 但是你可以反击 但是不要太过分 因为你们最后可能会是同一条船上 你们做还是要合作的 还是要共同一起做事的 所以你们将来是会一起 就是关系会越来越好的 虽然说这个人现在也很讨厌他 或者说这个群体也很讨厌他 但是你们将来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为了将来的合作 就是不要把关系搞得完全死掉 就是你可以展示你的力量 你看Two of Cups 就这个人呢你现在很讨厌 或者说你就是这段关系很难处理 但是你们反而会最后会 就是变成好朋友的感觉 或者是会就是心交心 就可能共度难关了 以后你们就有点交心了 所以他可能最后会帮你 成为你的贵人 成为你的朋友 所以就是不要太过僵硬 就是你也知道就有个度就好了 但是也不要退让 如果他侵犯了你的利益 或者说如果他欺负你了 一定要就是展示自己力量 我们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但是都会越来越好 你们关系会越来越好 所以因为你们未来会成为朋友嘛 所以就为了这个未来的朋友 就掌握一下度就好 好吧 这是第一组的信息 希望对你有帮助了 然后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哈喽第二组的朋友 你们好呀 你们抽到这张43号牌 看一下你们最近都怎么样呢 是什么能量呢 最近的能量 Queen of Pentacles的逆位 Two of Swords的逆位 好看看 为什么我这么欢快呢 在看到这些牌的时候 Queen of Pentacles逆位 Two of Swords正位 Three of Cups的逆位 好一张一张来的话呢 你们可能最近会比较有点会不安 就是安全感少了一点 这安全感可能是与人相处之间的安全感 可能你本来跟一个群体关系是还蛮好的 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你觉得好像对方这群人 或者说这个人没有那么喜欢你 或者他们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叫你 就是你有种落单了的感觉 或者说就觉得就会不安嘛 觉得好像你的朋友群 或者说你的工作群 有这种抛弃了你 就有这种不安的感觉 可能是你在工作当中 最近也会比较孤单 就是大家做事都是有各自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好像没有特别的 融入到某一个群体当中 所以就是也是这种不安全感 在人群当中的不安全感 也有可能是你的伴侣 最近很忙啊 或者说你的伴侣 最近有很多跟朋友的约会 但是刚好都没有带你 或者是刚好你不能去 所以你也会觉得好像 跟大家跟人群有点失去联系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能量 还有一个能量呢 可能就是有些朋友会想要去平衡 这个事业和朋友的关系 这种感觉 你又想要去好好的赚钱 但是同时又想 跟朋友们快乐的相聚 多一点欢乐 但是好像就会让你有点纠结 就是你的娱乐生活跟你的事业 好像让你很纠结 让你需要去做一个平衡 这样的感觉 好吧 这个是最近的能量 最近能量其实比较强的 就是一种可能不太 没有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 可能缺钱啊 有可能是 在钱上有点缺乏安全感 事业上可能会觉得 停止有点进入瓶颈期 也会觉得好像有点缺乏安全感 好像也没有跟同学 或者说同事很欢乐 但是事业上也没有特别大的进展 所以就是比较纠结的状况吧 好 这个是第二组最近的能量 我们看一下 你们会有什么好消息呢 会有什么新的事物 或者说新的人进来吗 有什么好事呢 我们刚刚经历过日识 马上又有一个新的日识要到来 所以呢 这个月份 我们的这段时间是变动很大 世界格局也变动很大 我们个人的格局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还是蛮动荡的一个时间 好 有一个两面派的朋友 这朋友两张脸哦 forces work working against you forces working against you 就是 好 只看这两张牌的话 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让你不爽的朋友吧 或者就是两面派 当面对你很好 背后又是一套 或者说 就让你不爽了 这个是一方面 然后呢 就是 有些人就会可能有点 against you 就是让你不爽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朋友会 会这样呢 会against you 但是我们在听好消息啊 我看看 这个为什么最后会变成好消息呢 可能是你终于发现了 这个朋友 这个 这个讨厌的朋友 这个并不是真朋友 他的两面派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人 从你的生活当中清除出去 the devil 对啊 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心啊 queen of wands 这个人很 怎么讲 他就是很需要attention 他很 可能是 你把 就是你在人群中 比他更耀眼 你在人群中 比他更受欢迎 所以他很不爽 或者说他很不爽 你很久 但是他都会 把这个不爽 隐藏得很好 都会觉得说 啊 你是 你最漂亮啊 然后跟你很好 或者说 你的人缘很好 然后他就想要跟你做朋友 或者说就觉得对你很好 可是呢 他其实就很嫉妒你的感觉 这里有强烈的 嫉妒心理在这里 嗯 就嫉妒你比他 更吸引人 更受欢迎 或者说在 可能工作上 你比他能力更强 领导 更器重你 所以 他会觉得 就是很 很弱 他觉得自己很弱 就 所以他其实在 好像背后 有点 就 就这样 The star card Ace of source 嗯 False working against you 你会得到 这个消息 就是说 他可能真的 就有 讲你的 不好 然后 会有人来 告诉你 这两张牌 都有 信息交流的感觉啊 所以 他会在 别的地方 来讲你的 坏话 来 背后 就是来说 你的 这个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反正就是 这样的一个人啊 很多人啊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 很多人都会这样 好 我 第一个事情 第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会发现 这个人的真面目 然后 就看你之后 要怎么对他 嗯 可能就把他 清除你的朋友圈 或者说你就 自己心里知道 就好 这个人不是真朋友 他就是一个 假面怪 看看 有什么好消息呢 trust there is a divine plan 如果你们现在 正在计划 什么事情的话 那你们要相信 就是 时间会证明一切 或者说 嗯 宇宙都已经计划好了 什么是对你 最好的 所以你 现在正在 计划的事情 可能会有些 delay 嗯 好 我去关了一下 门 trust there is a divine plan 嗯 相信宇宙 对你有最好的 安排 你才会在 这个时间 遇到你这个朋友 或者说 看清 他的真面目 这些是安排好的 他是有 的一定的计划的 你会慢慢的 发现 为什么 然后还有什么 save your life 这个是 就是 enjoy 你会很开心 感觉你发现了 这个人的真面目之后 嗯 或者说 你们共同一起 嗯 这个公司 发现了这个人的 你们公司 发现这个人的真面目 或者你们的朋友群 发现了这个人的真面目之后 你们就 变得更加团结了 或者说 你们就会很享受生活 就是一点 就是有庆祝 然后 有开心 在这里 看看还有什么 享受生活 哎 你看有这种啊 就是 你看你们很开心的 在这里 跳舞 但是旁边有两个人 在旁边 看着 就是 一旦你们发现 这个人 或者说 这两个人 或者说 这群人的真面目之后呢 你们就不带他们一起玩了 你们就 会很开心 然后做你们自己的事情 然后 这旁边的人 就是这个 被驱除出群体的人 就会很 就会 只能在旁边 看着你们很开心 或者说 看着你们 很开心的在做事 嗯 看看还有什么呢 这个是 go slow take time 有第一组 可能也在看这里 就是 会越来越好 那这里是指 可能驱除出 这个 假面的朋友 或者说 假面的同事 假面的 这个人 去你们的 这个 呃 驱除出你们的群体之后 你们 虽然会 慢慢的 嗯 变得更加 齐心协力吧 但是 可能就是需要 一段时间 去度过 这样的一个 难关 因为发现 一个这样的人 或者说 可能公司 会把这个人 开除哦 但是他开除 这个人之后 你们可能需要 去填补 这个人的工作啊 或者说 会需要 有一定的 困难时光 但是会 慢慢的 越来越好 你看 还有什么呢 six of ones 就是一个最终的胜利 嗯 看到你 跟你的 所在的 这个群体 或者说 你的家庭 一位单位 或者说 公司啊 会有迎接 一个胜利 在 一个 嗯 相对来说 一定时间的过程之后 会最终引来一个胜利 我刚说 有些朋友 不是说 在进行一个计划吗 那这个计划 会有点 delay啊 有点 就是拖延啊 那这个会慢慢的 越来越好 就是最后会有 很好的结果出现 最终会有胜利 你的这个计划 都会实现的 你可能 无论说是 在 集体做一个 什么事情 做一个事业 嗯 或者说 你是在申请工作啊 或者说 你们有些朋友 想要搬家呀 之类的 那 可能现在 没有办法很好地 按你的原计划来做 但是呢 会越来越好 一切都会 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然后这张passion呢 也是在说 就是说 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你们可以更加 享受一点 嗯 因为跟你们确保了 最终的胜利 最终是有个好的结局的 所以你们可以不要 就是说 太过焦虑 就是 enjoy the moment 嗯 在做的当下 你们可以更加开心一些 然后用一种 嗯 开心的目光 或者说 啊 这种积极的态度 来做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 会更加推进 这个事情的进展 Ace of Sourced 然后 因为你们是在这种 嗯 开心的时候 或者说 是在这种快乐的时候 嗯 娱乐的时候 你们会有新的主意出现 它反而不是说 好像你娱乐了 就荒废了时光 而是说 你开心的 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 有更多娱乐时光之后 你的头脑 反而会给你很多 积极的反馈 你会有新的主意出现 嗯 这个主意可能也会 推进你的这个成功 或者说 你会突然 灵光一现 就觉得说 哎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来 让最后有一个 很好的结果 像这张 The Sun 你看 你们是在朝着 太阳在走的 嗯 虽然说 你们可能会觉得 比如说 没有按照计划 的这个进展 会很慢啊 消息一点 现在还没有回啊 或者说 嗯 为什么 对方还没有做 最后的决定啊 然后文书 还没有下来啊 之类的 但是你知道 相信 这个会有 最终有一个 非常好的结局 这有两个太阳 你看 这还向着太阳前进 这里有个太阳 你最终会走到 这个太阳这一步的 只要你是 还在往前走 只要就是 不要放弃 继续走 继续耕耘 不要停下来 不要因为 一时的这个 delay 不要因为一时的 就是会 好像在路上 碰到一些 讨厌的人 一些两面三刀的人 但是你不能因为 他们的 对你的这些 嗯 绊脚石的这种行为 就停下来 你要继续坚持着 做下去 然后看看 还有什么 这张是眼睛 psychic ability trust your intuition 就是要相信 你们的直觉 你们要相信 你们的直觉 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吗 或者说 这个人是 一个 坏人 然后这个是 shout journey 会有一个短途的旅行 看看 这张牌 会有一个短途的旅行 是一匹码 you are on the road to success 你看你们是在 成功的道路上 是啊 你看有很多道路 然后放在一起 你们就是在成功的道路上啊 所以就不要停下来 只要继续前进就可以了 因为一定会获得成功 看还有什么 shout journey 就说你们就说你们会有旅行啊 再看一张牌 啊 the fall 就是shout journey 会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挑战 或者说一个 什么事情 突要需要你去突破一下 学习一下 可能你在工作当中 需要 突然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或者说新的软件 在短期内 然后需要你在这个时候 去挑战一下 如果说领导想要 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最好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可能这会是一个突破口 会对未来的你的成功 有很大的帮助 看看还有什么呢 warning you of a problem as and now or in the near future 有人会指出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可能就在最近 然后这个事情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可能是有一个 因为是警告嘛 哦对 有可能说是有人就告诉你 就是这个人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对你的一个警告 看看还有什么 这张牌 queen of wands 那这个人其实有可能是 这个人给你 因为这是一个人给你指出的问题嘛 那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给你指出背后 说你坏话的这个人是谁 那有可能是 就是背后说你坏话的这个人 来指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用这个问题来 against you 他可能在公司讲你的坏话 然后背后想要跟你 就是跟你的领导 讲你什么样 有这种感觉 他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 愿望 attention 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想法 不是真的为你好 而是真的想 就是说把你拉下水 或者说想要 就是看你过得好 心里很不爽 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一趴 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 碰到这种人 就真的是 给自己上一课吧 oh marriage 会有新的合约进来 然后这张是 light hearted carefree time 就一段轻松的时光 其实这个人在这里 against you 就完全对你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你还是在你的这个成功的道路上 无论怎么样 你最后都会成功 你都会很耀眼 你都会被大家追捧 或者说成为大家的 这种前进的一个榜样 所以对你来说 这是一段 就是很轻松的时光 你并好像不怎么care 然后这个marriage呢 可能是指 真的有人对你求婚了 但是有可能是指 就是说给你一些offer 给你一些 就是一些工作机会啊 或者说一些新的合约 刚才掉了一张牌 我看一下 好 掉的这张是 unclear thinking 有些 你还没有想明白的事情 好 那我就针对这张牌 再抽一下 forest 要森林里吗 就好像在森林里迷雾了 迷路了一样 就有一些 还没有特别 清晰的思维的一些想法 这有点太多 这也太多 张牌就好 clear 这个指的是什么 king of pentacles 那这个指的可能是你的老板 就是他还没有想好 或者说他的想法是有一些混乱的 就很 有些事情是跟你的老板有关 是跟你的老板有一些心思不明 或者说 就是希望这个人的出现能够让你的老板看清楚这个局面到底是什么 five of wants 就是一些politics 一些办公室的纷争啊 一些可能老板他自己内部也有很多的斗争 或者说 没有想的很明确 所以有些事情跟你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可能你的上级在内斗 或者说公司 你的所在的群体在内斗 所以跟你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可能只需要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为这可能就是会发生 所以你能做的呢 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后坚持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就会越来越好 获得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成功 所以其他人怎么样呢 你可能也控制不了 所以你能控制的只有就是自己坚持的往前走 然后就是要enjoy 就是不要太苦大仇深被周围的这些人所影响到心情 你只要记住就是 你要做最开心的就好 因为你越开心 你的思维就越清晰 你就离成功越近一步 所以就不要忘记去享受生活 该出去玩就出去玩 该跟朋友相聚就出去相聚 就是会越来越好 会给你更好的能量 好 这是我们第二组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Hello 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好呀 你们刚才选到了这张牌 8号牌 看一下你们最近的能量怎么样呢 看一下你们最近的能量 White Newman 这是很好的能量 很积极很正向 你们最近应该就在做想做的事情 这种感觉 然后 The Stars 好 出现了一张星星牌 意味着你们有很好的 很美好的愿望 Stress 一张力量牌 好 你们 有朋友是在做想做的事情 或者说是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 虽然有些梦想好像还有点遥远的感觉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去克服 可能是一些难搞的人 或者是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一些局面 但是整体的能量是蛮正向的 只是说好像有的时候你会就是想问题 会比较理想化一点 但其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那些难搞的人 你其实也能搞定 难搞的局面 你也是可以轻松的就把它 就会克服它 所以只是说你好像可能最近会比较更理想化一点 这种感觉 你需要就是回到现实当中 就过一些现实的生活 或者说就是日常吧 可能需要更专注一些日常 我知道你们应该是有一些很宏大的理想 一些很大的事情想要去做 但是可能这张牌 这三张牌会让你说就是要专注一下当下的小生活 比如说做饭呢 然后起床呀 然后喝水呀 这种感觉 就是一些小事上 好那我们看一下你们 会有什么好消息 近期会有什么好消息呢 会有什么人出现吗 这张 New Home New Attitude 你们可能会有些朋友要搬家 会进入新家 或者说 就是把家里都打扫一遍 让家里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大扫除 给家里大扫除 或者说真的搬去新家 或者说真的 跟房子有关的事情 会有一个下落 然后就是 或者说新的态度 New Attitude 对什么事情有个新 对工作有个新的态度 或者对 你的这段感情关系 有一个新的态度 新的看法 Advice from a friend 你们有一些建议 你的朋友会给你建议 就好像狗狗在旁边 一直叫叫叫 那可能是 你的生活中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是 你的朋友看到了一些事情 会跟你讲 这张是Affairs with your family 就是跟家庭会有一些事情 需要处理 哦好 又出现一张 Duel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an older woman 可能就是跟家人有关 可能是跟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有关的 跟家里面可能 两张牌都是跟家和home有关的 就有可能是 你最近比如说 对家庭关系有些新的看法 所以你可能会跟你的这个女性长辈去讨论一下这些事情 于是就获得了一个新的 对家庭的一个看问题的一个方法吧 这种感觉 然后你会跟对方讲 你会跟你的妈妈你的奶奶 或者说女性长辈 女性那边的一些人 来讲你的这个态度 然后去有一种 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关系的这种感觉 好 你看还有什么 Advice from a friend 然后如果你在某方面很累的话 或者说 觉得很难坚持的话 很被敌对 或者说是 就是觉得累 比如说一段关系中你很累 或者说你找工作找得很累 就还没有找到 然后 或者说你的这个工作推进不顺利 然后你的朋友会给你建议的 也是要多向朋友倾诉 你可以就是open一点 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们吐槽 说你啊为什么这么累之类的 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的 还有什么呢 real of fortune 就是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跟你的家庭的女性长辈会有这个会发生呢 这个都是好像定好的 就是一个像命运的这个cycle一样 就是会有up and down 会有这个好会有坏 会有这种季节性的 那刚好在这个时候 你们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去处理 这个就是生活的季节性 就事情都不是永恒的 它都是跟季节一样 总是会过去 它总是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 然后另外一段时间就过去了 Fall of sorts 这可能也是代表一种休息 或者说是一种 暂时停下来去了解对方的感觉 你看 Five of ones 如果你的家里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的话 那比较倾向于你们家庭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家庭 家庭 会有人想要就是说介入你的家庭吗 或者这种感觉 看看 就如果有人之前想要介入你的家庭 或者说是想要去干扰你在家庭当中做的决定的话 那这个事情会有一个环节 会有人一直想要给你一些建议 什么事情你需要就是 发现它的根源 你会发现 因为这是未来会发生的 你会挖掘越挖越深 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发现为什么 有人会想要给你意见 有人想要去干涉你的决定 或者说在家的问题上会有这么多的声音出现 你会发现这个 它的原因是什么 Walking Beauty 哇 你看 这个跟朋友有关的 就让你很心累的事情 然后朋友给你建议嘛 然后呢 这个建议会非常有用啊 就好像就是魔法一样 就是是个很美丽的建议 是会有奇迹出现的 嗯 这个朋友很好啊 或者说刚好是在这个对的时间 说了对的话 所以你会有这种觉得 哎 真的是好棒啊 给了你新的一个思路 给了你新的一个建议出现 好 这张是 Get ready for new horizons Far away places 可能你会真的离开家 去新的地方发展 那可能你的这个女性长辈 会觉得就是对你很不舍 或者说有点干涉你的这个想法 因为不太想让你走太远 但是这个事情呢 会说就是说 嗯 他会理解你的 或者说这个 嗯 干涉你的人 或者说 你在担心的这个人 他会理解你 就是你们最后会 嗯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 你会从中得到一个 新 也是要一个new attitude 一个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然后 你好像有一种 枕装待发 要出行 出圆门的感觉了 嗯 有可能真的是搬家 换城市啊 去其他地方发展啊 嗯 可能你获得了一份 新的工作 是在异地 或者说异国 这样子 有这种 迁徙 迁居的感觉 好 看一下这张牌吧 看还有什么呢 Start a revolution 就是 就是抛弃旧的 一切都是那么的崭新 就是你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啊 你看new attitude 又来了 会有新的角度 就好像是革命一样 你过去 你会抛弃过去 成就的想法 也不能说成就吧 就是固有的那些想法 思想啊 态度啊 看问题啊 你会有一种新的视角来看问题 可以是换了地方之后 你会有新的视角 有可能是你交了一些 一国的朋友 然后你们交换了互相之间的 这个想法 就带给你很多 这个新的看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看 也可能在新的地方 你会用一个全新的态度 去看问题 去生活 take yourself out on a date 你会跟自己约会 你会就是 很轻松的出门散心散步 然后 就是跟自己愉快的相处了 有可能是你会去旅行啊 这旅行就好像是 你给自己放了一次假 这样的感觉 好像你跟自己的约会 你就会很开心 你会在路上收获到 很多新的一些朋友 然后会建立一些新的想法 这个是什么 spiritual love 精神上的爱 这个精神上的爱呢 你看 是因为是你跟自己嘛 所以说 你会非常的爱自己 就是有一种 会对自己很好 你在 好好地照顾自己 那有的时候 你在家里呢 因为都是被周围的 长辈所照顾 所以你的这个想法 也不自觉会被他们所影响 但是我觉得 你想要革新嘛 你们想要革命 你们想要就是 做自己 掌握自己生活的 这个主动权 你们想要就是 让自己更加完整 更加独立 所以你会想要去 就是可能换一个地方啊 换个地方住啊 或者说换地方工作啊 或者说就是 自己出门旅行 跟自己相处嘛 你看这两章 都有旅行的感觉 所以就是 开始一段 自己一个人的旅程 可以是工作 可以是真的旅行 可以是就是住而已 但是你会非常的爱自己 你的灵魂层次有提高 这个是 就是你之前做的什么事情呢 你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你之前做的好 你的回报就好 你之前什么都没做 那你可能就 什么都接受不了 那是 也是一种业力的回馈吧 但有的时候呢 你上辈子做的事情 你可能这辈子 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你可能就随他去吧 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之前做的事情啊 un successful plans 是有计划 没有成功的 好看看 为什么会有计划 没有成功呢 un successful plans 这是你正在努力的 想要去处理的 你们刚才的就是 现状有一张力量牌嘛 就是你想要去 用各种方式去处理 跟某个人之间的关系吧 或者是处理某一个事情 看来呢 好像这个比较难处理 那有可能是跟家庭成员有关的 或者说跟你的就是比较亲近 比较你在相处的一些人有关 就是你跟他之间是有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的 或者说你想到的所有能跟他来解决问题的这些计划呢 都好像不太成功 所以你才会想要去好像离开家去 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也好 就是旅程也好 就有个新的开始放松一下 然后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成功呢 也不是你的错 可能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嘛 都是有各自的立场的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你跟隔代人的话 你们的想法就真的很不一样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理解对方 让他来理解你 然后你来理解对方 你可能要到对方的那个年纪你才能理解他 那他可能要按照你的所有生活经历去生活 他才能理解你 所以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去解决的问题 in need of help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会有人来帮助你啊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说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会你要说一声 支一声 然后会有人来对你施出援手的 只有一只手在这里 就是你看又是在这个get ready for new horizons的旁边 就是你会有一些新的视角 你会出远门嘛 或者说会出去玩怎么样的 所以你是要马上开始一段新的经历了 一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感觉 你们一只脚已经迈进去了 是吧 所以你只要开始往前走就好 因为你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道路 新的旅程 new home 你们会有新的家 会有新的家 然后建立新的态度 这个对你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新的一个经验在这里 然后你们这里有手啊 有脚啊 很多身体 有朋友可能就是锻炼身体 会经常去健身房 把你们的腿练得很好 这种感觉 太多了 看这张romance celebration party 你们会有很浪漫的事情发生 你们会有这种party啊 聚会啊 这样子 嗯 就还蛮开心的 这两张有点太多 这张是april 什么事情在四月中会发生 刚才又掉了一张 掉的是这张 clouts temporary problems 暂时性的问题 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 你要知道 那个不是永久的 那个只是暂时性的 在你生命当中 没有什么问题 是会是永久的 我刚刚说生活生命都是季节性的嘛 你想一个季节也就是三四个月而已 它会过去的 所以就是等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是会慢慢解决的 嗯 不是永久的 不是永久的 forgiveness 你将会收获到原谅 你可能会原谅一段关系 那原谅在这里呢 其实有句话要说的就是 嗯 比如说你想原谅某一个人的话 并不是为了那个人而原谅 你原谅是为了解放自己 你原谅是为了你自己 所以并不是说原谅好像 啊我就完全的就是去谅解了那个人 不对你是谅解你自己 你是在让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原谅 你会觉得原谅 你们在吸引跟你们同频率的人 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啊 你们会遇见新的人 你在新的旅程上遇见新的对象 然后他们会被你们的长相啊 或者说魅力所吸引 而且会跟你有相同的这种 兴趣爱好 看看 如果你们之前的约会都比较 嗯 停止不前 或者说是 好像总人总是无疾而终 或者说好像对方总是不够主动的话 就是一个会是一种打破局面的感觉 会 会有人主动的跳出来 打破一个僵局 看Aesop once 嗯 就是在这个 可能是你可能是对方 就是会有这种前进的打破一切的动力 有新的挑战 然后 那个人会觉得你 很有魅力 也可以是指就是你用一个新的角度 看世界了之后 这个 你会发现 其实某些人 对你非常的有吸引力 总之会是会有新的人出现 然后 你会对一些事很好奇吧 或者说对这个人很好奇 在你的这个新的态度建立之后 或者说新的旅程开始之后 嗯 在你看问题用一个新的角度之后 你会遇见一个很合你心意的人 但是你之前可能并不会这么觉得 就这种感觉 突然被一个这样的人吸引 然后 patience 什么事情需要patience呢 看看 patience two of ones 你的计划 或者说你的这个远行 或者说你的一些 正在等待的事情吧 需要一点点耐心 judgment 你看他 judgment是一张需要 时候到了就会来的一张牌 所以什么事情 你在期待一个结果 或者说 嗯 就是按照计划的话 该来的话 他差不多按照计划会来 然后这张牌也是你那张 咖玛那张牌的一个 另一个版本 就是你做了就会有收获 只要你之前的 拨下了种子 那这个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 你只要 就是花费一定的时间 你只需要就是去等待 你要更有耐心 就是一切都会按照你想象中的那样到来 按部就班的到来 嗯 时间会告诉你一些 这种感觉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组 希望对你有帮助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